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會為大家做一個韭菜豬肉餃 用兩個方法來煮 一個是綠餃 另一個是煎餃 用一種餡料做兩種不同的做法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次準備的材料非常簡單 只有三樣 第一樣是韭菜 這裡賣了5元 然後就是肉碎 我這次用了七成是瘦肉 三成是肥肉 因為餃子煮出來的瘦肉多些 所以用七三的比例 另外是水餃皮 這裡賣了6元 這次水餃皮用了圓形這隻 其實這麼小的材料就可以煮到 現在先洗乾淨韭菜 然後浸一會兒 然後倒水 然後放在一邊備用 現在就加點醃料 加點鹽 胡椒粉 麻油 醬汁 醬汁 半瓶蓋 再加點醬油 調味 不用太多 然後加糖 加一點薄 少少少油 這樣煮 in HSJ 這樣會放在其妙子這 Anna 它放在一邊一會兒 現在準備切糕culine 先切尾巴 尾巴不要 然後切粒 像這樣 不用切太碎 細小粒都可以 解決了 然後把韭菜放進肉裏 拌勻 然後加一點生粉 加一點生粉會有點張力 讓它黏住 就不會很散 然後我會把它攪勻 攪到黏住了 不會很散的時間就可以了 大概好像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我會準備一點水 然後水膠皮 就開始包水膠 這次是圓形的水膠皮 用筷子把水膠的餡料夾在水膠皮的中間位置 好像現在這樣 不要太多 要不然會爆開 接著就點水在旁邊 接著就將它對摺 對摺完之後就把它捏緊邊 好像我這樣 今次這隻也多了少少少鹹 有少少爆出來 像這裡這樣 這樣就炆回去 記住把它捏緊一點 然後逐下逐下這樣摺 好像這樣一下一下摺好去 慢慢水膠的形狀就會走出來 好就是這樣 好就是現在這樣 這個形狀會用來做一個綠的水膠 接著這隻就會做一個煎餃的形狀 同樣都是把餡料放在中間 然後對摺 但是因為它是煎餃 所以我會做一個形狀出來 是薄一點不會那麼厚 如果你太厚的話 其實裡面不會那麼容易熟 將對摺然後捏緊邊 記住捏緊一點 如果不然會爆開 之後用一隻叉印的形狀出來 逐一下逐一下印就可以了 好像那些煎太陽餃 完成了 就是這樣 我現在剩下手包 其實包餃子也可以是一個親自的活動 你們可以跟自己的小朋友試一下 通常他們包餃子都會很開心 完成 好了 給觀眾看看 自樂的餃子 完成了 這些就是它的 在後面呢 對 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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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出來 哈哈哈哈 經過一輪努力之後 我做了兩隻水餃 就是這裡 一隻就是綠餃 一隻就是煎餃 現在可以做給大家看怎樣煮 準備一鍋滾水 然後加少許油 加少許鹽 滾了就可以放水餃 放下去了 放下去煮之後 就煮8分鐘 如果你看到餃子浮了面 可以試一試它的味 如果可以的話就可以上碟 上碟之後就是這樣 可以趁熱吃 待會我會再做一個煎餃子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就做了煎餃子 燒熱了鍋 我加少許油 然後就可以直接放餃子上去煎 好像這樣 煎它大概兩三分鐘左右 看到它變成金黃色 就可以反轉另一邊 反轉之後煎它一會 要加少許水 因為加少許水 讓精氣可以蒸熟裡面的豬肉 確保它不會生 這個就是加完水的效果 再煎它一會 就會變成脆 現在看到有少許軟 再煎一會就可以了 好 完成了就是這樣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 這個餃子其實很好吃 做的時間都很快可以做到 兩個不同的餃子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介紹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朋友 多謝你們 拜拜 請坐 好 加油 一下 9分 2分 3分 1分 2分 3分 3分 2分 3分 2分 3分 3分